現在再做一個lab,其實是一個custom image,跟剛才的差不多了 先進去吧 好,先關閉了lab 看完之後呢,其實有basemade,就是descript 了一堆東西,叫你做Docker file 最後用這個commenter 即是上一個lab那些來的,那我慢慢放棄了 這樣搞法就做不成了 黏一點吧 其實沒所謂的,因為這些東西如果你明白的話,你上網一定有得跟著做 那麼基本上這些,你最重要是看得明白,是有些概念,沒所謂的 那VI已經搞定了,它叫你結束 那麼我們結束呢,其實第一件事就是這裏 Base image 一定要的 D.D.D. Insert Mode,貼上去 打兩個D就清掉它 那麼 然後呢 這些我不結束了,Maintainer email,沒所謂的 Port這裡就要結束了 即是Port一定要轉回8080 在這裡 End 打吧,一點點就打吧 因為1的command是一句話要你 要你清掉它 那麼 即是這兩個 我轉回Escape,然後D.D.D. 然後清掉它,然後Ctrl V 然後Insert Mode貼上去 那VI我不仔細研究了 你見過月色的 那麼 那麼 然後現在就是 Port 因為環境變數設定了Port 那上面設定了環境變數,就能看到,然後按著它 它的command 那麼Change Mode搞來搞去,就權限了它 加Permission,然後User用Apache 很明白,因為這些東西通常你都不會用Wood的 那麼你就轉個User來行 然後你放的Port 就是Explode的Port 那這裡放的Port是Explode的 Explode的 然後就Copy那些File 本地上去的容器裡的Build 那把本地的SourceFile就放上去的容器裡 即是用Copy 那你見到這個這樣做的,其實應該是整個Folder級的 你不用說是甚麼打升的 最後的command,我們不用Entry Point的command 因為其實你不會有機會Overwrite的 那這裡就 你一定會不斷走的 即是不用Investability 沒有這些東西 好,那倒閉好了 Escape 特務號 WQ 好,那我們就做好了 ContainerFile 不是DotcutFile 好了,然後 最後的終極答案 你看看 差不多一樣啦 一樣啦 沒錯啦 然後就是Build PortmanBuild PortmanBuild 上一個Lap那些我不要了 那這裡 Build Tab 又是Intermediate Layer不要啦 LayerFrost 即是幫我清掉 那我做了 Dot Do180 Custom Apache 就這樣 就是這個 Image 然後看看 應該都快的 中間這個update最久 這個update無限 其實剛才撿這個位置有少少 危險 這裡斷了 因為可能有Copy and Paste問題 但也不要緊 這些都可以做的 做一做更新 你看看 為什麼更新 看就知道 這句嘛 你這樣 裝完SERVER 充滿了它 對 Install 不是 Install 沒有更新 然後 就 Repaste 是 Repaste 就是 Repaste Repaste 形式 換了它 撿一撿 conflictfile 錄完了, 錄完的Program and Image 接著看到有一個新的遊戲 Local Host 這個, 我就是5468 人類都不同的 接著說, 我不需要 Run 回 背景模式, 即是畫D, 指著它, Run, 畫P, 做Mapping, 畫D, 背景走 好, 這樣就很基本 Pogman 啊, 一樣 好, 那我就 Run 好, 那我就 Run 了這裏 正在走緊, 因為畫D P,S, 背景走 你看到這樣 接著, 再來就可以看HTML Core, 那Port就 2幾, 即是剛才弄下的 你 Run 它就看到Port 20080 那我看到HTML 即是 Web Server 就成功在走緊 接著就計分 計分, 計完分之後 就Finish Lab 就是這樣 簡單單單, 不算複雜 好, 那這個Lab exercise 就做完了